缸血性贫血是什么意思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刘洁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血液科副主任医师 缺铁性贫血呢 我们说它是造血原料的缺乏 在外周血里边我们出现的这种贫血 那么溶血性贫血是红细胞呢 破坏掉了导致的一类贫血发生 我们就把它称作为溶血性贫血 那么根据它溶血发生的部位不同 我们把它分作血管内溶血和血管外溶血 血管内溶血就是红细胞在血管走行的过程中呢 它就破坏掉了 这一部分我们把它叫做血管内溶血 那么血管外溶血一般来说 就像在脾脏破坏掉的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因素 就把它叫做一个血管外的溶血 那么它两个因素导致的溶血的临床特点 和临床表现是不完全一样的 出生了一个因素 出生了一个因素 感谢观看